大家好 又到大仙五間搞佬 今天市場又跌到1990多點 消除昨天升的幅度 其實也是一個典型的上落市 下面30400 上面30800是阻力 因為明天是期止結算 所以估計市場也是等它結算 才有方向 昨晚美股沒有市場參考 但歐洲股市全面下跌 加上意大利 因為內部的政局問題 新政府組閣失敗 而導致歐元也急跌 歐元對美元下跌到116的位置 意大利股市也跌了2% 似乎現在問題又燒到歐洲那方面 一些政治民粹主義抬頭這些因素 加上整體經濟又差一點 歐洲 我想踏入到6月份 都是留意外圍因素為主 加上美國意識 美元仍然強勢 避險情緒仍然不高漲 對港股來說 利好的因素似乎沒有多少 如果是等壞的因素 看法效成怎樣 才會令市場有一定的方向走出來 否則現階段 資金入市的態度是審慎 但又未肯下大舉沽課 唯有在觀望的態度為主 港股來說就比較難搞了 暫時來說還是先看著吧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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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